今次是深圳飲食篇的第一集 第一次介紹福田區的其中一個地下商場 連靜真天地的一間麻辣湯,福客麻辣湯 先來講講連靜真天地的位置 連靜真天地連接深圳地鐵購物中心站以及貝展中心站 大家可以經羅湖河關後乘搭一號線去以上所說的兩個站 又或者是在福田口岸那關之後 乘搭4號線到貝展中心站下車 場裏也有通道駁通高鐵福田站和地鐵福田站 所以如果乘搭地鐵2號、3號和11號線都可以很方便去到 講回福客麻辣湯的位置 這間食店是位於連靜真天地的C區 較近貝展中心站的一面 它裏面有一個很大的雪櫃 裏面有不同種類的菜、肉和肉丸給大家夾 價錢方面 除了個別有包裝的配料會另外計錢之外 其他的配料都是一計會兩三個二號白人民幣 如果你有WeChat Pay Hong Kong 的話 我亦都可以用WeChat Pay Hong Kong 來付錢 選完想食的配料和麵之後 你可以去桑銀廚房和付錢 你亦都可以加錢 選擇不同的飲品和湯底 今次我就選擇了麻辣有滑湯底 付錢之後桑銀員就會給你一個號碼牌 你就可以坐在位等職員主員之後給你 而食店的中間有一個自助調味站 想拿調味料的可以自己去拿 說回麻辣湯麵 跟香港車仔麵不同的地方 就是麻辣湯按兩計錢 所以可以每一腳的配料都夾一點 所以就有片裏面很多種配料的麵出現 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吃到不同的配料 而配料質素在這間食店來說都算不差 尤其是芝心包和醬包牛肉丸 湯底方面,今次叫麻辣湯底 不知道是不是大陸人普遍都吃得辣 所以湯底感覺上好辣 我吃到少少辣的,都要喝很多水才行 所以不值得辣的人就要留意了 今次吃到好飽,買單都是32.7人民幣 比在香港的麻辣湯來說已經算是很便宜了 本身還打算在這個商場找其他食物 但都因為太飽而打燒了念頭 好了,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將來也希望可以介紹更多深圳的美食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訂閱和分享我這條頻道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